这支西亚球队热切期待着,在阿布加比德加耶的体育城体育场进行的对决,他们希望获得他们的首个亚族连亚洲杯冠军头衔,而他们的对手,则是站在赢得创纪录的第五届亚洲冠军的边缘。 即将到来的比赛,他们似乎看到了他们的光芒四射,桑切斯现在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,因为他们希望为这个西亚国家创造历史。 这位西班牙人说,这绝对是卡塔尔足球历史上最重要的比赛,我们现在显然处于最关键的阶段,球队有足够自信心,并期待着开始比赛。 如果我们赢得奖杯,那将是卡塔尔在足球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,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表现,对我们来说关键的一点是,有一个伟大的团队精神,每个人都在共同努力,以达到同样的结果。 球员们决心通过对这日本更努力的拼搏,来获得我们想要的胜利,这样,我们就能让卡塔尔人再次开心,并创造历史。 卡塔尔队在亚洲背后期阶段的表现,让一些球迷感到惊讶。 他们凭借祭拜沙特阿拉伯、伊拉克、韩国和阿联修等强队一路杀金决赛,出色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。 桑切斯说,卡塔尔队已经实现了赛前目标,当我们参加亚足连亚洲杯比赛时,我们的目标是对所有人进行测试,以便能够与这里的所有球队竞争,并争取成为亚洲最好的球队。 对阵日本的比赛将是另一个故事,日本有很好的球员,并多次赢得亚洲杯冠军,但是,我们已做好准备来迎接挑战。 我们知道日本有几个优势和一些弱点,因此,我们需要在整个比赛中保持优秀,以时。